要先了解 所有一切都是假 不能要修的时候 就把它看成一切都是真 把它看成一切真 我们修持就不会成就 就没有成功的时候 因为看成真就住相 一住相以后 我们就不会变化 都把它弄成真 所以我们就会神分颠倒 你看我们人 这个不是有时候呈现 非常漂亮 潇洒的时候吗 会不会有 会 当我们很好看的形象呈现 喜不喜欢 我们当看的时候住不住 变不变化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当那个非常美好形象一呈现 我们没有先了解它的真理所在 我们已经被那个形象 迷得神分颠倒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去 一直要看那个形象就好 对不对 我们大概都是过来人嘛 有没有过来人 这个年岁一大了都过来人 都有经过那个阶层 所以我们了解都会变化 更漂亮就会变阿婆了 所以后期都讲 不用化妆了 跟阿婆了大家面都一样 每个年纪年岁一大了 竟然分不出来他们面孔到底哪里差别 它不一样 阿婆的面都一样 要化妆了 所以你看听我们这个课可以省钱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要去买化妆品的时候 就想说不需要的 后面都一样 那个可以省很多钱 化妆品都很贵 化起来又是叫做妖怪 不是妖怪嘛 一看起来都不像人 像不像人啊 可能或许也是LKK才会这样讲 可是这个是真理所在 我们要了解说 凡尘都是假象 不用在假象上做功夫 我们要在不生不昧的 那个佛性本体上做功夫 才是正确 才不会后悔 那假如说我们是在形象用心 一段时间一定会很失落 像南部 陡南有一个前嫌 跟我学讲 因为他已经到达那个四分零零 就是市长看到他们同城庄的一个 漂亮小姐非常的欣赏仰慕 一定爱都爱不到 然后他就是努力一段时间 去做他的工作 在看到以后就隔了一段时间 那隔一段时间看到以后 他心里竟然说不能接受 为什么 变得很坏 他说阿渡这么漂亮 怎会筋过没有多久而已 嫌人生子 怎会变得这么坏 哎 冲击很大 那刷下去 又接下去说 你朋友也不教了 为什么 变化太近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我们那个住相的那些弊病 很容易 就可以自己看到了 你假如说都不住相 不管他长得是很美 很丑 都没关系 只要他会动 他眼睛会看人 咳咳咳咳咳咳 有没有佛心 那我们就见到佛心就好了 佛心是不是平等 都是平等 他是不是没有那种 喜欢讨厌的心 是不是很平凡 平常 平淡 平时 对不对 是不是已经在道之中 喜不喜欢 这么喜欢的事情 竟然这么平常 就已经呈现了 在我们生活之中 所以我们不用另外求 就是只要回光返照 只要我们心都回来了 照顾自己 那个不胜伯妹的佛心 就可以 时时刻刻都保持这个绝 不 علي 因为 如果大家可以 的事